马上就要过国庆节了 这个国庆节我公公和我婆婆要来烟台这看看我们 然后我先去做个早饭 然后再把家里收拾收拾 喜迎宫婆 然后他们是装修完之后还一次没来过呢 到时候带着他们转一转 尝尝吧 鸡蛋饼 看有像 好久没做了 哇好吃吧 嗯 吃完了我们收拾收拾家 你坐的比妈还软 放在水垛 收拾家迎接你爸妈 开心吗 开心 那怎么不开心 得把这个窝收拾收拾到时候睡这个窝 这个床单还是个小的 这得换一下 铺床单你铺吧 给你爹娘铺床 笑声的儿子 洗了一堆又一堆 一到放假就一堆衣服要洗 就开始晾衣服了 这一天没闲着呀 一上午没闲着呀 把结婚的东西都捣上出来 好了房间搞定了 把床单被套全都搞利索了 卫生也打扫了一遍 老公你可太优秀了 地毯也搞完了 沙发也搞完了 等着再洗衣锅 被套床单的 老公辛苦了 我刚才还怕 转了个身子 刚夸完你 又轰了一波 晾一架晾满了 这是个毛巾被床单被套 哇真暖和 这容量还挺大的 今天洗衣机辛苦了 工作了一天 现在天都黑了 整整忙活了一天 把家收拾的里里缩缩 主要是洗了好多衣服 洗衣机真的非常辛苦 然后把边边角角啥的也都整了一下 大扫除还是挺累的 老公 毛后完了 我老公又开始去做饭了 为了爸妈来 辛苦也值得 是不是 本来也该这么清理一下 对也该大扫除一下了